國道監視器拍下貨車開到一半 後面床墊突然先飛 直接插進內側護欄又掉到地上 國道上飛出床墊已經很驚人 但駕駛居然當場停車霸展超車道 在國道下車驚險抬床墊 床墊太大駕駛喬好久才把他塞回車上 進行比對堆塔該掉落車輛 並通知車主道案說明 地點在國三屏東南州路段 床墊亂飛還玩命 減床墊最高可罰兩萬七 在高雄鳳山有超狂遊物車 車子逆向停車駕駛送完貨跳上車 油門催垒跨雙黃線 差點撞到人跟騎士 紅燈也沒停直接闖過右轉 要向大眾表示歉意 那相關的人員我們也會處理跟訓練 在高雄西町區有重機 假裝一般機車擠進機車格 警察直行脫掉卻舉起相機瘋狂拍照 360度都不放過整整拍了一分半 左右各來一張 後面對面也都要 一下子弓箭部 一下子半噸趴在草叢 各種姿勢 網友狂激樓 這國家級射手是要拍幾百張啦 連毛細孔都要拍嗎 拍照收證 是為了便於民眾日後的救濟申訴 國道驚險畫面 貨車飛出床墊駕駛冒險停車檢 超狂遊物車逆向 還闖紅燈插點撞到人 馬路亂象讓人搖頭 記者紅富人郭宜貞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超大顆鵝仔在炭火上翻烤噴箱 加一東石烤鵝仔最知名 過年期間大批遊客來嘗鮮 卻驚傳吃鵝仔吃到食物中毒 遊客PO出在病床上插點滴的照片 問網友們有人大年初午 在東石烤科吃到拉肚子嗎 沒想到釣出一票人都被波及 上吐下瀉 我們車友團十多人也是同一天 去這家吃到上吐下瀉 我們還有人住院 小孩也狂吐 還有人拉到出血 甚至有人說 從過年住院住到現在 發燒全身酸痛無力 小孩也吐到在床上躺了三天 那我們衛生局都有 馬上去做一個查核 那尤其是在整個 東石跟布袋的部分 我們都是做專案的來處理 都會宣導 麻煩就是鵝仔 盡量要烤熟一點再吃 東西好吃 但是就是同樣的東西 吃太多過量 也會對你的腸胃造成負擔 衛生局貨報前往稽查 但過年期間只有接貨一兩件 已經列專案處理 但光是網友就有那麼多人反映 到底是不是食物中毒 是鵝仔本身有問題 還是單純沒烤熟吃壞肚子 還帶調查釐清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深夜大馬路上 叫車往右邊換車道 打方向燈準備右轉 但後方機車遠遠看到 也按了好幾下煞車 但最後還是一頭撞上去 這一狀騎士 連人帶車摔進田裡面 滿地打滾傷痕累累 這起車禍發生在台南關田區 騎車車可壯烈 整車沾滿泥巴 轉完車陰浪執行車先行 並注意後方來車 高雄鳳山則是有附近住戶直騎 郵局送貨車逆向停在對向車道 有物是送完貨跳上車 方向盤往右打 右門吹下去 跨雙黃線紅燈右轉 郵局送貨車起步超大力 一不小心就差點撞到 附近行人和騎士超危險 送貨變成玩命快遞 居民很有意見拍向影片PO上網 物依規定使入來車道 紅燈右轉者 均除新台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還 要向大眾表示歉意 那相關的人員 我們也會處理跟訓練 郵局送貨車微停送貨 還暴衝差點撞到人 將對遊物是既出成熟也會加強安全教育 以免送貨送到闖出大禍 記者來觀賞 紅夫人王書宏 台南高雄報導 他被大腰大腿闖進屋內 一開口就要借錢 拜託我兩百塊 我看一二四看一千我老爸那個 我明天拿過來兩百塊 阿嬤沒有啦 沒有錢啦 拜託一下 我沒有錢啦 床建民宅甚至大喇喇走進卧室裡 對著房間裡的老阿嬤 死缠爛打要借錢 甚至大膽伸手想拿櫃子上的小包包 但一旁的外籍看護也不是神優的燈 大聲呵斥 借不到錢還罵人 屋主將監視器剖上網路引發網友討論 覺得這情況實在太扯太誇張 家中門窗千萬要縮好 甚至有人有遇到相同的狀況 這起離譜事件就發生在苗栗竹南 阿伯親宅踏戶 床進屋內還進到卧室裡要錢 不只讓人觀感不佳 行為涉及搶奪罪 警方已鎖定特定人事 將盡速將人查棄盜案 記者中正前聯員編 彭雲飛 苗栗採訪不到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